日前比亚迪有一款特别可爱的新车进行了申报 这台车的名字叫做比亚迪海豚 它是比亚迪E平台3.0的首款新车 其实这台车大家之前有见过 它就是上海车展时首发的比亚迪EA1 比亚迪海豚确实像它的名字一样非常的可爱 海洋美学的设计理念让海豚的外形 简洁 灵动 又不是科技感 U型的贯穿式的日行灯和大灯组成了一个可爱的笑脸 车身侧面大幅前倾的腰线带有强烈的俯冲感 虽然车身的长度只有4070毫米 但轴距却达到了2700毫米 爽色的车身充满了潮流和青春的味道 车尾的形态饱满 贯穿式的尾灯效果很炫 可以说这台小车完完全全就是给年轻人准备的 海豚是以纯电为动力 上海车展时就有消息称 该车的动力会非常的强 有望2.9秒就破百 但从工信部的数据来看 海豚的驱动电机功率只有70千瓦 最高时速不过150公里 并没有预想中的那么爆裂 但也说明海豚的定位可能不会太高 其价格有望在9万左右 海豚也被称为比亚迪版的飞度 如果它的价格能有惊喜的话 或许会有不少人喜欢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